身高是195体重110公斤 今年是21岁 而且许航他是 不仅是三分王还是扣篮王 也就是说他是有机会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拿很多三分的 对 不仅有三分 还有扣篮的三分 对 而且他投三分很轻松 脚几乎不离地 是 就有一种站投的感觉 那么比如说 这一组是按航分的 按名字分的 那么现在正在持球进攻的 黄色球一是宋宇航 他是路人王扬州战的冠军 也是今天焦点球员 路人王身高最高的冠军 2米05体重90公斤 今年24岁 对 上来第一球没有打进 球权给到邵承航 我看到今天其实非常多的人 是支持邵承航的 来看一下 邵承航他是西南大学校队的球员 身高185体重75公斤 今年20岁 有人说他是从二师的球王 能有球王 这个称号的 我感觉实力都不弱 许航其实我之前有研究过他 他从左侧的一个终结 会比较偏多一点 没错 这边是哪里 我们今天给大家播的是 重庆战的比赛 来看一下 宋宇航 这球翻下来 我们的比赛的规则是 谁先打进四颗球 谁就可以进行到下一轮 四次犯规直接淘汰比赛的时间是7分钟 这身体可以啊 看着宋宇航这么瘦 但是他持球这个 持球能力还是非常强 而且身体对抗加了一个出手 没错 当然我们球员也要控制一下犯规数 稍成航已经两次犯规了 我们四次犯规就直接淘汰了 比较难受啊 看一下现在是宋宇航的进攻 宋宇航 这三个行你最看好哪一个 我个人 小组赛出现 我会更看好许航 许航是吗 对 因为许航他 首先他这个块头在这儿 比较宽 然后是 他是属于能内能外的 没错 这种内外兼备的球员 其实在陆瑞王的赛场 非常占优势啊 我们今天比赛的地点是在 重庆市科园四路269号 铜龙体育中心 还是左侧 再次造成犯规 是 我们今天是全平台的直播啊 看一下许航 哎呦 宋宇航这臂展啊 现在 邵辰航是已经四贩淘汰了 只剩他俩的 对 我们的规则是 当有一个人被淘汰 另外两个人进球不换发 继续拿球权啊 好球啊 安万打进 一分来到2比2 可以 宋宇航继续拿球权 许航得防下来才能去进攻 主播的压惯是谁啊 像 额黄的压惯 其实今天没有来啊 干击食物 对 江江压惯是挖方 鹅黄压惯是唐日辉 我个人是觉得 许航可以试试看冲击 虽然说宋宇航在身高上面有优势 但是他比较壮 还是有机会可以打 两个人其实现在是打平的比分 有人说为什么叫他挖方 因为他的虎珀ID是认得挖方一号啊 所以张子洋 大家就慢慢叫他挖方 就像打铁也是 刘洋姐 他因为虎珀ID叫打铁不算多 所以大家就一直叫他打铁 左侧怼开 哎呦 这球自己没运好 可惜 当然大家也可以积极发送我们的弹幕 看一下宋宇航小胖口 翻身 可以 这样的话宋宇航可以继续进攻 也是他的赛点啊 只要打进 就可以终结比赛 晋级到下一轮 宋宇航一个中投 算夸而出 还是给机会 许航 许航 许航老是选择投三分啊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他有三分 但是这个进攻选择在小组赛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没错 大家也知道 因为小组赛是打球不打分啊 这就犯规了 很明显的有个向前压的一个动作 嗯 宋宇航 有人说他就是这打法 对 这个打法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挺好 嗯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说无论你身高多少 其实最好从小是以后卫的打法来训练自己 是 哎 我听到欢呼声了 这球虽然有一点点小卡 但是 还是听到现场的各位欢呼 这样的话两个人都拿到赛点 三分三 看一下这球如果吹的是许航的犯规的话 许航是第三次犯规了 那对于他防守来说的话压力很大 不敢再犯了 对 还有机会 给到宋宇航 我在现场听到有人喊三分三分 这边应该是时间到现场时间到了 对 那我们通过罚球来决定比赛的胜负 我们罚球的规则是两个人轮流罚球 直到有且只有一个人进球 那个人就是我们出现的球员 有人说今天有什么明星选手吗 就是大家比较支持的选手 有啊像唐日辉 像蛙芳 李豪 我是觉得不能说什么明星选手 只是说可能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选手 是 对 同时呢今天其实也有补卫球员 然后之前在我们弹幕上有人说 这个补卫球员非常的强 西洋 是吧 我记得这个名字是 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对应该是高西洋了 对高西洋 对高西洋 我也是干几十步那个位置 是 接下来看一下刘景泉 杨浩直和李晶阳 刘景泉 杨浩直 李晶阳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也是我们的向望 向望没有来啊 然后刘景泉是不是他的位置 给大家介绍一下 杨浩直是路人王西安站的冠军 李晶阳是路人王重庆站的冠军 也是前重庆三海蓝林的球员 杨浩直 走右侧 漂亮 好球 打进 杨浩直是身高182体重75公斤 今年21岁 来自陕西西安 对 杨浩直也是一个球工 比较硬朗的一位球员 现在正在防守的李晶阳 身高198体重90公斤 今年28岁 是 李晶阳也是 之前在重庆拿过冠军 嗯 我看有人刹向望 向望今天没来 漂亮 晃开两次啊 打进 腰针好啊 可惜最后没有放进 核心能力挺强 我们几个补围球员是看那个现场每场不一样 有的可能没有补围球员 但有的比如说有比较多人没到的话 嗯 那就补的会多一点 是 像这一组就是向望弃拳了 对 所以补的是 我们蓝色球服的刘景全 刘景全 对 杨浩直播今天也没有来 嗯 今天好多大家喜欢的球员 非常遗憾的弃拳了 黄色衣服的是随机球员 蓝色衣服的是新人球员 这球太难了 李晶阳照在那边 然后就帮我打 蓝色衣服的是新人球员啊 然后黄色衣服呢是随机的 是 看一下 李晶阳 几千别像被转身过来 这球给我放进 差一点 哎呦 可惜了 现场都是 哎 这球没进 难受啊 对 我以前拿到球权了 现场补位的机制是什么样的 我们是有几位球员继权 现场就补几个人 哎 这刘景全不错 这刘景全不错 嗯 会打 从他的运球来看啊 整个一个节奏 包括他的手臂曲线 他身体还不错 是 现场 观众一起上台 通过罚球 谁能罚进 对 30个人以内是罚球 超过30人 用三分的机会 对 三分的这个一个机制 谁罚进 就谁不畏成功啊 所以像刘景全 这种罚球不畏上来的 我觉得罚球能力 肯定不会差这么多人 你想要投好几轮的发球 对 都能进 手感也好 所以关键实战的话 就看他们这个 结合球能力怎么样 对 连续燕奥的拉回来 来 还是右侧 来得下 这个位置刚刚前面也没进 这球又没进 有点可惜 看一下刘景全 停 还是身体 还是身体 身体顶不进去 他非常习惯是做 左边的一个胯下 然后衔接动作 是 今天主播是波波和江江 俄黄给大家拍聊球去了 俄黄给大家拍聊球去了 还是李静阳 李静阳左侧强突这球应该有吧 可以 左手命中 这第一步被他卡住了身位以后 就不太好打 没错 李静阳之前也是打了长沙战的比赛 右侧顺步 右侧顺步 这球其实有个主动 主动上身体 防守的时候 看一下 找机会往里突 造成犯规 李静阳你别看他运球这个速率其实不快 但是他的步子每步都非常大 所以不好防 腿也长 腿也长 对 你身高在那边 李静阳身高1米98 嗯 他在这一组里面是身高 明显是占优势的 可以转身直接过来 左手挑来 还有可以 有人说俄黄的聊球时间太短了 学一下鲁浴 那得做几个小时的节目啊 等一下 现在是他的小组赛的赛点 连续寻找机会 转身过来 还是换左手 再次造人犯规 造犯规能力挺强的 有人说没有中投吗 因为在我们小组赛三分和中投 可能性价比都不高啊 就是准确的 中投的来说是单挑的比赛里面 更多的人会选择是用三分和篮下去终结 中投总的来说 中投总的来说 除非是以中投为主打法的球员 不然的话性价比确实是偏低一点 嗯 就像梁洁呀 像 这球 来看一下这球好球 哎呦 杨浩子这次没站稳啊 我看到有一个约目很有意思 波波你好 我关注你很久了 对了额黄的前面 这没问题啊没问题 波波心碎了是吧 碎了一地 对没问题 有人说国内单挑可以运三分钟 因为我们路人王是有进攻时间限制 我们的进攻时间限制是20秒 其实之前的早期的路人王的比赛 就是大家运球时间很多 一次进攻耗很久 防守人都累了 对对对 所以后面也是限制了一下进攻时间20秒 有人问唐日辉什么组 唐日辉H组在最后一组 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组 是这一组介绍一下张承宇曾佳科以及梁瑶啊 张承宇路人王福州战冠军实战颗兰王 曾佳科是重庆大学校队的主力 梁瑶呢是路人王重庆站的冠军 重庆师范大学校队的球员 所以找我的全都是要我帮忙要 那个其他主播的签名是吧 有没有要不拨签名的 那应该没有 扣各一 他在鞋上签名送给你 我就不信这个没有 我的天哪 是我的话我抢着要 来 张承宇看一下 张承宇他的习惯性的一个打法就是 三分加扣篮 张承宇其实前面状态都挺好的 但是他南宁站啊 家门口的那个比赛没打好 我也有问过他 他说主要是都是自己认识的 这球不错 好球 曾佳科 曾佳科不错啊 对 曾佳科是重庆大学校队的主力啊 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街球赛事 超远三分 之前我其实看那个赛前他热身的时候啊 就有投过我们地贴启动区那个地方的三分 他的三分射程还是很远 射程不错 我想要百万的签名 江百万愿意 张承宇 造一个犯规 我想要江江的电话的 这个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没有太大的问题 189XXXX1336 四个号码给你们猜一下 这边 哎 张承宇一上来 这两个进攻 这刚刚是 想要造进攻犯规 或者想要那个 制造一个进攻的空间啊 结果太丑了 状态有点不对啊 张承宇 看一下曾佳科 进过来 凡事没有 布布的签名球鞋 原位的好吗 对 就张承宇那个时候跟我说 因为在南宁站 他有很多的学生 都在下面看着 哎呦这难啊 好丑 紧张啊 包括今天我感觉 也有点紧张啊 上来进攻没打出来 很多时候 如果压力大的话 确实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嗯 这边 杨瑶造到对手 曾佳科的一个犯规 有人说 要当炮灰了张承宇 就 看他能追一下 只要能防下来拿到进攻球 这一球不容易 梁瑶 两个球都是高难度啊 是 我感觉张承宇 虽然防得很干净啊 但是挺到位的我觉得 确实梁瑶很能钻 非常能钻 钻完了以后 他这个出手 还能保持很高的一个命中率啊 连续三威胁 刚才三威胁大概有八到十秒了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 有职业训练履历的 重庆三海蓝灵的 包括贵州森行的南岚球员 来到了我们路人王的比赛 嗯 今天有非常多 有五位有职业履历的啊 是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一下 左上方的小星星点下关注 好 Russell Wiss 步骤 我记得你之前抽过你的 奖 嗯 是 你对姜姜挺了解啊 他不能吃辣 晚上总是踢被子 但是 张承宇 可能有点久了 姜姜现在就喜欢吃辣 而且晚上不盖被子 哈哈 你听懂啊 胡匹夫是G组 跟张紫阳和李月好一组 张承宇 哎呦 这球是想扣啊 感觉想上了啊 咱们没给归 现在两腰比较危险的是 两腰本身身上是带了三次犯规啊 所以他直接给三分 三分有 增加科 哇增加科还不错 张承宇啊 我们种子球员 怎么回事 他现在心态肯定急了 对着急了 我超越三分 就我还是那句话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 只要你的进攻足够强 你拿到球权你就有机会 是的 哎 这个欧洲部不错 找到空隙 梁瑶现在主要是身背三次犯规了 他不敢贴着防 嗯 这是最麻烦的 犯规数如果没控制好到三分的话 其实对于防守方面 哇 好球 有对抗这球 但是这个时候张承宇 我觉得不一定敢投三分 对 我个人是觉得啊 不一定敢投三分 三个人都是2-2-2 我有六身体强支 连打三个 连转三球 我没说错吧 可以 状态回来了 只要你的进攻可以啊 只要你的进攻可以 你就是可以一下子结束比赛 只要张承宇是率先拿到赛点啊 插一颗球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 我的天哪 看一下我们计时器出了一点点问题 沟通一下啊 现场的时间应该还有不到两分钟啊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 是 我看到有人说比赛观众啊 我们的场馆都是会有限流的 所有进出场地的球员观众工作人员 都会检查健康码和测量体温 看一下张承宇 换左手漂亮 连进四球 我的天哪 可以 连打四球 哇 张承宇 从0球追到四球 不容易啊真的 真不容易 之前一家还在说2比0比2 对啊 张承宇有点难 有点着急 对很多人也觉得 张承宇可能今天要一轮游了 是 我们会要求所有观众全程佩戴口罩啊 匹夫啊 胡匹夫是倒数第二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D组 D组是有李豪 然后陈宇南 以及刘腾飞 刘腾飞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持球进攻的是李豪 是路人王的七关王 川瑜霸主 喂 连续的拜佛 寻找机会 法兰 有点远 是陈宇南拿球啊 陈宇南这个球员就非常有意思 嗯 他去年年底 刚刚是在我们国家3比3队里面训练过 对 而且 据他所说 不是他自己报的名 是他朋友把他报的名 结果他入选了 哎呀空了 差一点 我刚吹完 这个你也有哪人的潜质啊 我发现 接下来刘腾芬是我们的不畏球员 哇 可以怼太啊 可以怼太啊 看起来是一个 这个体重 我们直播间有认识 刘腾菲都可以告诉主播更多 关于他的信息啊 我们的不畏球员 好主播反馈一下啊 现场声调大一点 李豪漂亮 好球 想这种怎么说呢 偏偏我们街头这种比赛啊 偏野球比赛可能李豪他的经验 确实会比较多一点 是 因为李豪 哎 哎这球 脚步 我看到在场下有很多观众 是说走步啊 看一下回放 哎 我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应该应该是 对他中球 中球角是有动 比较大的一个移动啊 嗯 这个 还是李豪 挺球了 来 看一下裁判的手势 应该是二次啊 然后球权给到陈宇南 嗯 也是未来陈宇南 陈宇南本身是一个3D球员 对 他的三分射程而且非常远 嗯 但是也是因为估计是 看过我们小组赛的一个规则 打球不打分 也是选择往里打对 选择去投一个三分 第一球选择往里怼 第二球选择投三分 真难琢磨的一个球员 猜不透他的心 看一下李豪 选择三分 来了 三分来了 可以 3-0-0啊 来到赛点 唐日辉是在H组 最后一组 对 好 已经反馈到前方了 我们现场声音有点小是吗 是 有人说 要凌封比赛了吗 今天好像 期待一下吧 看一下李豪能不能凌封比赛啊 我觉得刘腾飞他这个 怎么说进攻选择是有问题 是 看一下转身过来 有人问怎么样 小被切掉了 一个好的切球破坏出界 交换球权 还是李豪的进攻 怎么样参与到抽奖呢 我们到时候发弹幕啊 会告诉大家怎么参与的 一个反蓝这球 可能是没问题 是 车轮抢分战之后 就会给大家进行第一波的抽奖 然后大家也可以点点赞 点赞上5万也是抽一波奖 看一下刘腾飞 刘腾飞除了第一个是选择被打 然后发现打不动以后 后面连续三次的选择一个三分出手啊 有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蓝蝶 油云蝴蝶布吗 嗯 这个步伐咱咱不一字挺 我记得在篮球火里面也不是这么说的 是怎么说的 看一下 看一下蓝蝶应该是对的 篮球火里面 对 篮球火的招 现实生活中我应该都做不了 加点特效或许可以 今天是在全平台给大家直播啊 看一下你好 好 左手的一个跳步 对蓝蝶花园游身布这个没问题 终于看到正解了 还有大飞天龙八部 看一下刘腾飞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抗龙部会 炫风使馆了 我记得我记得 篮球火真的看来我们都是一个年代的 来了 这一球刘腾飞 刘腾飞啊 可以啊有身体有三分 不错 还有抗龙部会 怎么参加路人王的比赛 微信小程序搜索路人王赛事 即可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 这一球是提前犯规 李豪是川瑜霸主啊 大霸王 再选择一个三分 差一点点 陈云南该急了啊 看现场时间应该还有一分半钟 他没有得分 刘腾飞一看就是高中校队那种 懒懒散散的小胖胖 这个叠词用的不错 有没有补卫球员拿冠军的 当然有啦 他这个应该是意外的挺球 我这边看来啊 应该是意外的一个挺球 是的 那只能选择提前一个中阶上来的 像之前刘剑陈凯涛 他们都有过不为夺冠的经历 唐日慧是在H组 现在进行到的是我们D组的比赛 是 挖方啊 挖方是在G组啊 还有三组倒塌 看一下 小篮没有 感觉李豪已经到达赛点蛮久了 最后一颗球比较难进啊 对 就是放不进 但是最后时间其实不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陈雨南和刘腾飞 不能进球的话 那还是李豪出现 是 我们比赛时间是七分钟 四颗球 那到这边基本上 基本上是李豪出现没有问题了 嗯 因为对于陈雨南和刘腾飞来说 时间不太够用啊 看一下时间应该现场走完 李豪 好 那么我们全场时间到啊 李豪是获得了这一组比赛的胜利 恭喜李豪晋级到八强 接下来来看一下一组 一组本来有波波最期待的干极十步啊 有点难受 没来 对 但是不为了那个球员高细扬啊 之前大家也是说非常不错 是 值得期待 看一下前四组的一个晋级名单 首先A组晋级的是许航 B组晋级的是李晶阳 C组是张晨宇 D组是李豪 是 接下来是H 接下来是E组 E组是两位不位 球员 分别是 分别是高细扬和富杰 对 高细扬和富杰 富杰在我们随机球员的位置 高细扬是补到了我们种子球员的位置 看下富杰应该是一个小快领扬啊 一共多少个组 一共多少个组 我们一共是八个小组 每个小组三个人二十四位球员 每个小组都有种子球员 新人球员和随机球员 红色球衣的就是种子球员 蓝色球衣是新人球员 黄色球衣是我们的随机球员 是 唐仁慧这场有来啊 刘腾菲刚刚上一场被淘汰了 是 高细扬 这腰不错 差一点点 可惜了 差一点就踮进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是隋志恒 我的天 这个身体 没什么办法啊 现在持球的是隋志恒 他是前拉萨净土男篮的球员 身高是193 一共120公斤 这两个人身体对抗 高细扬的核心还是可以 我感觉虽然隋志恒很壮啊 高细扬也能顶顶 对 隋志恒他120公斤的体重 对 他现在比大球猫还重 大球猫减重了 高细扬来了 就隋志恒他这个身高体重 其实就是一个翻版的大球猫 嗯 重庆展啊 高细啊 看一下 喂 可以啊 确实可以啊 可以 可以打到内线也能中投 现在就看能不能来个三分啊 可以的话就是非常全面的球员了 感觉这有一步的距离啊 拉回来走左边 还是往里突 差一点点 差别M1 非常聪明 其实他那运行到左边了以后 停了一下就是为了等上手 是 新任球员是从来没打过路人王的球员 随机球员是里面包含了新任球员 和打过路人王 对 我想你看明显打两位不同的防守球员的时候 是 进攻的选择不一样啊 看一下随制衡是193 您感觉高细阳多高 1米85左右啊 我个人是觉得1米85左右 嗯 附杰呢 附杰这真不好说 真不好说 是 我觉得附杰可能 遭到犯规 1米7左右 1米7左右 啊 因为有两位是我们的不畏球员 暂时没有身高体重 只知道随制衡的 他是身高93 身高93 体重120公斤 3秒了 有人说大家别着急哈 等一下H组的胡匹夫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是这个意思 看一下高细阳 打进 还是个N1 可以啊 我现在拿到赛点 要投三分了吗 黄起来一点点 靠着打 主动寻求一个身体对抗的裁判 没有给归 是 还有机会 随制衡 附杰感觉防守方面比较难啊 哎呦 这个时候选择一个三分 他其实打附杰 对 利用身体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可以打打身体啊 选择发油线附近的一个中头 好 还是高细阳 在哪里报名微信小程序 搜索陆月王赛事就可以报名了 有人问胡匹夫是贵州校 对贵州大学校对的那个吗 是的 没错 有人说高细阳最帅啊 看来球迷挺多 看隋志恒 对 隋志恒打附杰 就身体优势太大了 直接往篮下怼就一样了 是 两个现在得分比较高的后面啊 这 这 这球 看一下裁判 裁判是一分分散 两分散 对 那现在的话 三比三 这对唱可以 而且下一球是负杰法 对 隋志恒打附杰只要打进 就可以晋级了 这应该是裁判去讨论一下 裁判去讨论一下 嗯 那隋志恒打附杰的话 高细阳有点难了 是 有人说怎么这么少 大学生联赛的球员来打 今天也有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到 对 非常多大学生联赛的人 会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来 刚才那球应该算了 看一下两边 三杠三 有人说富杰身高177 低体重70公斤是吗 谢谢观众给到的资料 这次归了 富杰第四次犯规 我发现富杰很聪明 因为知道 晋级的会在两个人当中产生 所以不让自己去 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 对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不然总会有人觉得 不太公平啊 这应该说是比较 比较奉献啊 有那个精神在 就是让两个人自己面对 被富杰圈拨粉啊 但现在面板好像有点剧透了 面板好像有点剧透了 身体对抗 身体对抗打进 这球太难了 我的天哪 这球确实非常难啊 对抗只有两个人倒地啊 还能放进 对 你看这个对抗 看一下这波身体对抗 哇哦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球 不愧是生死球啊 这样的话 恭喜隋志恒 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 接下来这场 刚刚大家弹幕有提到的 我们的陈华山和刘国秋 都是在 是的 接下来看到我们F组 F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奇遇 身高186体重78公斤 是路人王乌鲁木齐站的亚军 然后呢 陈华山 是身高180 体重85公斤 今年是29岁 天使来一下 漂亮 哎呦 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回事 难受 空篮没有放进啊 是 现在正在持球的陈华山 是前重庆三海来临 男篮的球员啊 哎 这第一步不错啊 挺快 哎这球也出来了 我的天哪 怎么两球都是必进的球 掉出来了 奇遇是之前在心灵站 进过我们的八强 是 所以是我们的种子球员 看一下刘国秋 对 奇遇依旧是我们本场 年纪最大的球员 33岁 奇遇 原本的招牌 哎呦 这球车凳子啊 我还以为这球 打到上岩能颠进啊 那就是个神仙球了 看一下 哎呦 身冒下来 我的天 可以 看一下回放啊 这一球 哇 刘国秋拿到 新国球权了 他是有三分的 他是有三分的 是 刘国秋 陆任王冲 奇遇给他放三分啊 差点啊 对 主要是节奏断了 嗯 太犹豫 还是给到奇遇 防一下 哦 刚刚那套连招不错 对 但陈华山没失位 防得不错 哎 好防守啊 今天有点紧张啊 有点紧张 嗯 唐日辉还没打呢 今天 重庆塞海蓝蓝蓝球员 其实 有两位啊 太漂亮 重庆塞 延续了跨下之后 找机会 提前面向速度不错 都打到后框 然后掉了出去 重庆塞主要他的 启动速度确实真的快 嗯 嗯 下一组就是狐皮肤了 没错 齐玉 出现了招牌的半转身 但是没有 没有过掉 可以啊 防得不错 刘国秋 这是打进 好球 1-1-0 嗯 你说城华山年纪大了 还好二十九岁 齐玉三十三岁呢 这一组最年轻的是刘国秋 今年二十岁 只能说城华山以前山西队的 靠一下篮下再打进 嗯不错 杨浩直B组打掉了是李金阳进的击啊 你看齐玉现在已经开始季弹成华山这个 启动那一下了 嗯 所以一开始就是在罚球线附近放他 但我感觉今天都欠一点运气 好几球都是颠在框上然后弹出来 对 齐玉 是 这是走步了 柳国秋核心不错 是 就防下来 柳国秋是成都站的冠军西南大学校队的球员 球还拿回来再打进 不错啊这球 柳国秋也是S4的时候拿的冠军 三个人都有机会啊 现在时间进行到了四分多钟 看一下现场应该只有两分半钟的时间 唐人会还没打 唐人会在最后一组 李悦好下一组啊 有人说西洋加油 西洋已经没了 刚被最后一个球绝杀 胡皮肤是真鸣吗 是的 皮肤有责啊 看一下齐玉 这场现在看到的是 半转身 晃一下 五位四位 五位四位 嗯 有挖方的 哎呦 切球成功 好切 这球其实他想做一个晃 然后到左侧再做一个 凡手的一个跳篮的应该 嗯 杨昊你们说应该是杨昊直 漂亮 左手鱼腰的 再加一个上篮漂亮 可以 三杠一杠一杠一啊 插一颗球 晋级 这可以 看他会怎么样选择这一次的进攻 还是你看他习惯做左边的胯下来找节奏 是 这个啊 哎呀太难了 有人说陈化山又快又稳 齐玉也开始着急了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强大打进 打进 可以2加1 有可能 机会不大了 刘国秋应该机会不大了 刘国秋应该机会不大了 交给齐玉和陈化山两个人解决啊 身体啊 身体 还是强气出头 造人犯规还有机会 打刘国秋 现场应该 最后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 是 看一下这一次进攻能不能打进 基本上是最后一次进攻了 哎 停球了 这个防守 进攻3秒 最后 最后一次投射的时间 对 看一下 有个球 转过来 篮下再打进一个 但是现场时间也到了 现场时间也到了 这样的话恭喜陈化山 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轮 比赛时间到 他这个打法其实还挺好看的 可以啊 可以啊 是陈化山的球迷可以在直播间 打一下1啊 看一下他的球迷有多少 不满了为了江江才来看比赛 谢谢 所以说江江一场比赛粉丝能激增4到5位数 那你是听错了 肯定是鹅黄在吹牛 牛在天上飞了的 哎呦 虽然有为了我来的 不容易啊 看一下下一组 哇哦 一上来啊 欧阿芳非常强硬 欧阿芳现在其实他的 启动一个交叉步 走左侧还是非常快的 没错 而且熟悉路人王规则啊 欧阿芳现在 毕竟之前南宁第四 青岛第二 昆明第四 济南第三 打了这么多季前才 靠着打 那你们千呼万唤 终于出来的胡匹夫啊 是 我很期待啊 看一下 胡匹夫三分 翘头的三分 先试一个找一下感觉 对 胡匹夫前面我看他热身的时候 应该是有三分的 哎 这球没打进 是 之前是看他热身的时候 做了一个 啊 横移 榨球横移的一个干拔 没错 今天是江江和波波啊 谭元欣是在最后一组 这已经是到我们的小组赛的倒数 倒数第二组 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黄色球衣的是李月豪 他是前贵州森行的南篮队员 同时呢 他也是身高182体重85公斤 今年是20岁 胡匹夫他是贵州大学校队的球员 身高180体重78公斤 今年是21岁 挖方 张紫阳 他是路人王的七冠王 身高183体重87公斤 今年是25岁 现在进攻的是李月豪 佬皇今天奶的是唐儿辉 是 李月豪打的是后卫的位置啊 现在进攻 胡匹夫 胡匹夫 他也是之前大学生联赛的MVP球员 胡匹夫今天三分手感不行 就两次选择三分投射都没有 还好现在只有挖方进了一个球 有人说匹夫不是重庆的 是全世界的皮肤 对抗下这招他很习惯的招数 结果对抗下没有打进 嗯 李月豪三位鞋之后三分出手还是没有 是 有人问王金呢 在我们周五的厦门站会有他啊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周五来到我们直播间看 如果想看王金的话 这球匹夫 匹夫后撤的三分 横移三分 没有啊 三次选择三分了 我觉得匹夫是应该往里面打一下啊 我们打球不打分啊 阿峰 走右侧啊 还是有点对抗的率好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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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峰这个对抗下的出手 跟以前相比 命中率低了很多 是 有点不太稳 可以调整一下 对 除这个状态而言的话 这组三个人都有机会 哇 这个切球手真快 转身过来直接被切掉了 对 皮肤还是有东西的 一看就是 老球匹 匹夫 运起来 来看 钢铃少连招不错 顶开 篮下 漂亮 来了 里面好防守 还是选三分 来了 三分开了 试了三个啊 有了 这是你今天买的挖方啊 挖方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你就一半的责任 妈呀 我有点紧张了 这应该稍微有点打开了 打进两个球以后 有点打开了 我觉得皮肤开始 把自己的球风给展现出来 是 这样更好看一点 皮肤他现在是暂时领先 对 也是希望李月豪 能够把他个人的特色给打出来 把防球权左侧进攻 直逼了一个 哎呀 他已经给好几个这样的球了 这没投进 李月豪 右侧顺步 顶开 这球无效 进攻犯规 给到进攻犯规 那是胡匹夫的球权 挖方防守 对 打这个比赛这么多人看 包括线上这么多人看 肯定紧张 是啊 哎呦 抵不动啊 抵不动啊 这个有一点像玩2K的时候 不停地按卡机了那种 脚刹布 打进 可以 2-2 两人都有机会 对 还有2分10秒 李月豪如果进攻再不打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靠他们 皮肤说放你3分 会投吗 挖方会投吗 挖方有3分的 挖方真的有3分的 是有 但这个时候不能受机 还是决定有自己的 习惯性进攻打法 还是不能放啊 不能让挖方进到我们的游戏区 这个转身的放蓝 也是他绝杀的时候经常会去用的 对 挖方进到游戏区以后 他这个命中率确实非常高 我们小组赛因为是打球不打分啊 所以大家都选择往里打 还是中投 没有把握住 到了8强赛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很多的中投和3分了 走左侧啊 别转身过来 这球太难了 非常的友好啊 顾皮肤 球品极佳 皮肤这球很重要 这球如果没打进的话 他压力非常大 现场应该是比较喜欢他的球风啊 给他很大的欢呼 连续运球 来了 漂亮 我感觉他这个搜球啊 其实有点不在自己的那个 是 意料之中 意外的搜球 就犹豫了大概0.3到0.5秒 非常精准 对 左手小蓝 哎呀 变中 漂亮 皮肤进到我们的八强 恭喜 恭喜虎皮肤 那张紫阳 对 一轮油了 我就说他如果一轮油的话啊 你得负一半的责任 妈呀 对不起 挖方奶了你一口 你看我们两个奶 回去给你跪下 我奶的干净石布 走了 不是 没来 江江奶的挖方没了 而且下来是鹅花奶 鹅花奶的唐日辉 下面要登场了 嗯 接下来看一下唐日辉 赛前的一个采访 大家好 我是陆完全全 唐日辉 还是也是 茶沙Flyberry的主理人和队长 然后 我认为自己最厉害的 进攻武器应该是 骑行跳投吧 对 因为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 比较 练得比较多的一个点 为了今天的比赛 在 没有说很特别的准备吧 因为说每一场比赛之前 我都会做很多的康复训练 对 因为自己身体有一些 小伤病 所以为了能够维持我身体 能够保持高强度比赛的状态 所以说我会做很多 小力量的训练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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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现在是我们车轮抢分战的 最后一组 唐日辉 然后 谭元欣以及 张兆阳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 现在持球进攻的 蓝色球服的是唐元欣 他是重庆师范大学的校队主力 身高170 体重67公斤 近年23岁 谭元欣 他无论在论坛上 还是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 人价也比较高的 是 那么现在持球的是唐日辉 陆人王武冠王 长沙街 哎 转身过来 差一点啊 身高185 体重77公斤 今年是24岁 现在持球的张兆阳 黄色球服 身高183 体重75公斤 今年22岁 他也是 他是贵州森行南篮的球员啊 也是国家级篮球健将 哎 这个收球没收好 哇 这球打进了的话 要鼓个掌啊 有点慌啊 走左边 有人说 看好谭元欣 虽然只有170 谭元欣现在应该是 被两次犯规了 是 这一组三个人 应该都是 叫偏后卫型的球员 像唐日辉185 谭元欣170 张兆阳183 这身体对抗啊 哦 可以 2分算 2加1打进 谭元欣这个防守确实是 这就是 校队级别的一个防守 是 肯定是校队级别的 经过训练 打比赛的时候 就肯定要求上身体 防守一定上身体 这边是给的 犯规 一次犯规 犯规就是要把两个人都造下去啊 两个人犯规需要控制一下 我这核心 你看啊 刚刚 唐日辉那球 顶着整个谭元欣 上身都后仰了 但脚下还是站住 就是不动 有人说 谭元欣是打四截的 核心球员啊 那校队 底部垮得非常大 哎呀 这球被判断到了 好切啊 红色球衣 是今天的夺冠热门啊 唐日辉 冲起来打 也是遭到犯规 唐日辉的干拔跳投还是可以的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展现一下 张照扬 有三分 涮框而出 相比分是1-1-0 有人说肯定是打空位的 单挑不是强项 干拔的三分 同样涮框 有没有感觉 谭元欣有点张嘉诚的感觉 山西大学的主力空位 张嘉诚 我觉得有点像 打法 稍微有点像 对 好好体型 张照扬是现役的贵州深行 可以 速度非常快 其实都可以 唐日辉现在是2球 张照扬1球 对 他们三个身体 包括力量 包括核心都很好 对 一个CV主力 然后一个是打职业的 谭元欣防守很偏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你看这个防守上抢 有人问宋流轩为什么最近没报 第一是他本身是有伤 第二呢 他是为了家乡泳州是在打比赛 我看到好像弹幕里很多人说谭元欣很强 那我感觉应该是3D球员 外线三分加上防守都特别厉害 在球队里面责任重大的这种球员了 看一下唐日辉 好球 连续的试探啊 一个三分入网 好 张壮就防守 哎呀 太容易下手了 太容易下手了 现在谭元欣和张壮都是3分 唐日辉胜应该也背了一次犯规 现在就是拿身体顶但是不能上手 来了 没有再进一个3分 可以 那恭喜唐日辉也是晋级到下一轮 谭元欣非常可惜啊 希望后面也可以多来我们路人王的比赛 感觉是非常有潜力的 对 球风儿非常硬朗 是 你看这个拿胸口顶 就只要手上不下手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刚刚我们比赛的一个精彩的回放 凯元欣身高是给我们包上来的资料是1米7 但是有人说她是最强168 哇 这让我想到了168的布卡 来看一下我们每个小组出现的名单 A组出现的是许航 B组出现的是李金阳 C组出现的是张成宇 D组出现的是李豪 接下来看一下E组 E组出现的是隋志恒 F组出现的是陈华山 G组出现的是胡匹夫 H组出现的是唐日辉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八强的名单 那么在稍后呢 会进行我们的八强赛 八强赛的话 我们八位球员将会分为四组 去进行七分钟 然后七分钟打七分的比赛 赢的人进入到我们的胜者组 输的人会进入到我们的败者组 那接下来呢 中间这个休息的时间 我们也是有我们路人王的周边 要送给大家 当然了 要跟大家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看图 猜成语的环节 看一下我们的图是什么呢 看到这个是有四个表情包 对 我相信江江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第二个 对 因为是麻将的钟是不是 我看已经有人答对了 已经有人答对了 很聪明啊大家 我看到有人说出了正确答案 大家可以把这个词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发出来 对 然后呢江江选一个中奖 准备好了吗 倒数五个数好不好 倒数五个数 波波来倒数一下 准备好了吗 四 嗯 三二一 看一下 看一下是哪位 恭喜 Z5位 Z5位 获得了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啊 Z5位 那么怎么样领奖呢 在我们的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 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还有ID截图 发给他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奖品了 对 然后我们获奖的是我们的 Z5位 我们的周边啊 是 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图 哎 第二个图看起来也比较简单 这个这个 我喜欢第一个绿色啊 喜欢第一个绿色 因为波波经常会带绿色的帽子在我的办公室 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给大家点提示 我们每个表情包是代表一个字 把四个字拼起来就是我们的成语了 又有人 答对了又有人 大家也太快了吧 在赛前其实江江和波波也猜了很久 我们猜了大概一分钟都没有猜到 刚刚三秒钟的时间就已经有答案出来了 对 这句话好像显得我们俩至少非常的低 真的江江没有猜到 波波还靠点谱啊 来看一下 波波给大家截个图吧 好 来 我 要我手机没电 要用波波的来给大家截图一下 你来 我来 倒数一下 5 4 3 2 1 来看一下啊 对看一下是哪一位会得我们的奖品 虎扑杰亚1345153602 对可以再把数字报一遍啊 虎扑杰亚1345153602 看一下是不是幸运呢 你中奖的呢 中奖的用户微博搜索我们的路人王篮球 然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发给他 就可以中奖 可以领取到你的奖品了 对 那么其实我们八场赛的比赛 还是有好几组都是出乎我们赛前的一个预料的 首先是因为有今天有比较多的人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 因为有四位不为球员 是的 另外是也有我们的总字球员有没有晋级的 对 所以我相信大家肯定非常期待我们八强的分组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八强的分组 好 那么首先第一组我看到的是由李金阳和隋志恒 隋志恒 对 第二组是许航对证胡匹夫 第三组是李豪张成宇 然后呢最后一组是唐日辉和陈华山 嗯 这个是我们的八位球员的分组啊 他们将会分成四组去进行我们的比赛 首先进行的是我们第一组李金阳和隋志恒的比赛 我们八强赛呢是七分钟打七分 赢的人进入到胜者组 输的人会进入到我们的败者组 大家支持谁啊这两位李金阳和隋志恒 支持李金阳的打一支持隋志恒的打二 这两个很有意思啊都是有过之前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 对李金阳他是前重庆三海蓝龄的球员 隋志恒他是前拉萨净土南蓝的球员 隋志恒这个三分也是投得非常随意啊 嗯 感觉他投三分也不用什么力气 是 看一下李金阳 李金阳这出不进去啊隋志恒上点力量感觉 他就往外走了 嗯 两个人的身高体重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金阳身高198体重90公斤隋志恒身高193体重120公斤 体重方面的话隋志恒会更加的重一点 看到暗音了谢谢你 李金阳打到内线 换左手 哎哟 我觉得李金阳这场可以多尝试一下中眼头啊 是 对因为他这个身体要打到内线比较困难 哎隋志恒 哇呦这球难啊 可以 倒地那一下 球也是入王 体前变相那一下 好快 嗯 就他这个体型能够做这么快的一个体前变相 说实话是不容易的 是的 有人说李观阳有没有参加过 李观阳当然参加过 李观阳当然参加过 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参加过路人王 陈花山有啊 陈花山也进入到我们的八强 嗯 八强七分中打七分啊 谁先打到七分 谁就晋级 八强后面的比赛都是打分的 三分算三分 扣篮也算三分 其他都是两分 刚刚那个犯规的细节啊就是 既然放下来了 你就不要想出手 是 隋志恒三分出手 徐阳现在是在 上海这边打三对三的比赛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路人王 也是很期待他会过来 我看到刚刚中奖的Z5未问 主持人参加过吗 主持人俄黄参加过 拿过北海战的冠军 波波也参加过啊 江江也参加过 差一点点 江江参加过女神赛啊 对 女神赛第二 路人王中王一轮游 打男生是真打不过你孩子 看一下隋志恒 哇 再来 可以 而且是在启动区那个位置 对 超远三分啊 现在5比0 要知道我们启动区那个小圆圈贴着 其实离三分线有一大步的距离啊 李静阳也很快 这两个人的对决精彩 喂 漂亮 钢铁球 最后一分 两分算 哇 隋志恒 他这应该是习惯动作 招败动作 是 就是三维选手走左侧 直接一下变相来右侧 那么隋志恒 七分进入到我们的胜者组 李静阳进入到我们的败者组 重庆的本土球员 像许航就在重庆 然后李豪是在成都啊 隋志恒就重庆了呀 然后城华山也是重庆 胡匹夫也是 这些其实都是进到我们的八强的时候 稍后也是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终点的介绍 上来许航就一个三分 之前是提到过 他也是拿过三分王的称号 三分几乎不跳 胡匹夫 胡匹夫 选择三分 还一个 可以 就之前打开了啊 房许航呢 一个是注意他三分 另外一个就是 他基本上大概率是走左侧 你看走左侧 是 下一支 哎呦 这球冒下来 可以啊 我天 两个人相差十五厘米的身高啊 胡匹夫直接冒下来 看一下胡匹夫 好 还是后球一个三分 哎呦 这球差一点点 匹夫身高爆的是180啊 雪航身高爆的是195 体重110公斤 胡匹夫是78公斤 还是选择三分 打后铁 是 主要是雪航有195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 胡匹夫没有180啊 对 这个时候其实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可以运起来打 找节奏啊 因为三分和两分 现在是一样的 都在进两个球 我们打路人王没有身高限制啊 许航转过身 只有造成犯规 有人问这种大身高大体重 为什么不往离打 确实啊 只有往离打 刚刚那一下是有 进攻犯规 对对对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抬手啊 下一站是在厦门 对我们的厦门站 后天 周五的时候 胡匹夫应该个人是比较习惯 在45度角的一个三分 看他老是要找 这一下好球 跟刚刚前面一样啊 打了一段时间 跟小组赛一样 就是 他在罚球线附近 合球以后 总是要犹豫那么零点几秒 然后再选择吧 还都能进 当然许航也跟了一下他的犹豫 高举高打漂亮 打进 你看他这个球举在头顶啊 就没有拿下来过 皮肤跳了两次都没有拿下来 是 路人王的奖励就是奖金 我们奖金是一万元打到决赛 现场都在喊绝杀啊 两个人都到赛点 还是罚球线附近 这球没有 生死球了 5比5 对 前面第一场是隋志恒 隋志恒赢了 还是打内线 选择打内线 打进 好球 那么恭喜许航 是拿下了这一局 对 7比5啊 胡匹夫也不错 没关系 我觉得胡匹夫打得不错 但是如果更有经验一点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用犯规站住 对 因为你犯规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两发两进 跟这个篮下直接打进 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 而且两发两中 比较考验自己的对手啊 说不定有机会自己再拿球拳 对 接下来是李豪和张承宇 两个都是路人王的老朋友了 李豪是路人王7冠王啊 张承宇是路人王福州战冠军 李豪 你去三威胁 张承宇不吃谎 差一点 看一下两个人的一个身高对比 李豪身高180 体重82公斤 张承宇身高198 体重97公斤 张承宇手伸在那边 其实对李豪来说就是一种干扰 这个脚下稍微有点半算啊 没有站稳 李豪也是川鱼霸主啊 上一轮谁晋级 上一轮是许航7比5 打赢了胡匹夫 对 马峰也是小组赛被胡匹夫干掉 嗯 张承宇 可以 不太好队啊还是打进 可以 2加1 其实张承宇在上一个赛季 基本上都是使用三分以及扣篮去得分 然后在往里怼的这一下 包括上篮这一下其实不太稳定的 现在新赛季感觉提高了很多 新赛季还是 掌球不少 哎呦这个自己找难度啊想造犯规 其实右侧完全空的 张承宇这赛季刚开始浮州战的时候 对 三分确实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全是高难度直接干拔了三分 其实感觉现在在新赛季看一下这一球 哦差一点 太难了 对拿到成绩的选手都是把三分球开发出来了 对 并且很稳定 李豪有点滑 选择一个三分 距离 还是算滑 今天感觉这个篮筐对大家不是很友好啊 很多空篮不尽很多涮狂而出 嗯 今天是在童龙体育中心啊 刚刚那出手都有点变形了 不是张承宇平时出手的一个 牙丸的感觉 走色就过掉了 这一下好球 漂亮 张承宇一个车凳子 可以 没给靠但是李豪也是顺势换到右侧 闪电一般啊 对 对 晚上好啊大家 这个想要去找板 因为我们的八强是电脑随机分组啊 所以肯定是会有身高差的 这边 哇 来了 这个三分难啊 对 虽然张承宇也不太扑上去 但是这个空隙入网刷了一下也是很舒服的 我们路人王报名一下 我这个手 这个手干扰的手啊 来了 还是二加一 可以 左手上蓝 二加一打进 可以 你同样进两颗球 李豪有三分 暂时领先一分啊 两个人都是拿到自己的赛点 本绪的拜佛走右侧 先找身体对抗 篮下自己没打进 这边裁判没给少 春华山稍等一下下一组就可以看到了 这手肯定是不给三分 但是关键是 张承宇如果晃过的话 晃起来三分的话 往里面他能扣啊 也是三分 扣来的话也是三分 对 所以防张承宇的三威胁真保防 但李豪也挺快的 他不一定能够完全有空位 让他去扣啊 隔扣的话难度的确 所以就看他三分能不能黄起来 单跳隔扣难度太大了 这个也是找对抗 嗯 台湾还是没有给 为什么叫川瑜霸主 是因为他路人王的冠军 基本上是在成都和重庆拿的 对 所以叫川瑜霸主 当然是在路人王的赛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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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右侧啊 篮下爱这球没放进 哎 两个人很胶着 时间其实还有 现场看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嗯 李豪 就拉回来寻找节奏 李豪现在选择比较多 转身过来 这个转身可以 哎呀 唉 可惜了 春花山下一组啊 阿福真的很熟练 看一下张崇宇 我左车啊 这球犯规了 李豪是饭吧 也是李豪 对第三次犯规 这样张崇宇走上罚球线 罚球一加一 啊 伯伯是真的不吃姜啊 嗯 那伯伯吃鹅吗 对 也不吃鹅 不吃鹅 有人说有预感 抽奖会抽到你 大家多多点赞啊 点赞上十万是给大家抽奖的 多多点击屏幕 来了 两罚两中 比分来到六比五 上回张崇宇就是罚球不太稳啊 这一回罚球好好练了 看起来 小伯伯还是找身体对抗啊 刷一个反来 删掉 可以 删飞 张崇宇求全 开始搞气氛了 哦 现场给张崇宇许身啊 张崇宇也是 这毕竟算是李豪半个主场啊 对 李豪的防守 有点意思 哇这个客场作战有点难受啊 但张崇宇就是不太喜欢主场作战 他说主场他紧张 旁边都是自己认识的人 那张崇宇 那张崇宇众多好友啊 这就过掉了 犯规 N1打进 N1打进 这样的话恭喜李豪绝杀比赛 以7分的成绩进入到胜者组 张崇宇进入到败者组 这球难啊 这球难 其实完全已经拉下来了 是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八强赛的最后一组了 最后一组我其实个人觉得应该是这四组里面比较好看的一组啊 唐日辉 不断行往左边走爬下 听到节奏 注意时间 我们进攻时间 20秒 有人说我觉得今天的冠军就在此二人中产生 看一下大家的 有这个可以 有这个可以 竞猜 完全就看唐日辉扛不扛鹅鹅的奶 转身过来 追求 可以 打进 崇宇传山这个终结有点东西啊 唐日辉 小组赛的时候其实三分投得不错 就看八强赛 八强赛是真正需要三分的时候 这飘着投 这个能投出去 唐日辉还是三分 今天这个可以刚开始如果三分手段不好的话可以试试往里打 因为身高面对陈华山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但我感觉陈华山他没有特别去铺唐人会的三分球还是放了一步的 我们启动区其实是 那个两根白线划出来和三分线以及后面有根线中间的全是启动区 来了 这个球 这个三分难啊 可以5-0啊 只差一颗球 难道要零封吗 启动区不是那个蓝色的小圈 是白色围起来的那中间的全是启动区 是 这边三分 三分还一个 很直取啊 这一球 对 这球防下来再打一个 那就有意思了 来得太及时了 这个三分 当然华山他只需要打进一颗球 就可以赢下比赛 来 很耐心啊 中投追求 往下来 我们蓝色球服成华山 红色球服唐日辉 涮框 我听到现在在喊绝杀绝杀 走测速度很快 这球阻挡 唐日辉 还差一颗进球啊 我觉得打平的这种球 生死球是最好看的 是 看时间完全够 就看两个人怎么打 主要还是防守 这个时候拼防守了 熊华山 这球 彩线 还是会还会再投吗 我觉得放得有点远啊 是不是 破坏节奏 漂亮 对 再来 反超比分 六比五 对 中奖的是你啊 中奖的是你 对 看一下熊华山 看一下熊华山 我们打七分啊 两个人都生死仇啊 这时候紧张了 反而现在总应该往里打了吧 斯坦布还是放 还是放 再给三分 三分球 这个没想到啊 确实没想到啊 是 在五比 五比三的情况下 五比三的时候 对对对 确实对自己 现在唐日辉对自己的三分 确实自信心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的确 但是我觉得其实 唐日辉 在新赛季的三分球 一直都不错 成华山的确放得有点远 是 就是他是给一个 心理上 他是给一个心理上面的 一个压力 是 你看这一大步的距离 我就放你三分 看你干不干投 就完全是在唐日辉的射程里面啊 那这样的话 恭喜唐日辉 进行到胜者组 陈化山 是在败者组 那接下来败者组的第一场 李靖阳对阵虎匹夫 给大家介绍一下败者组的规则 是五分钟打五分三次犯规 进行罚球 李靖阳造成了犯规 你们说唐日辉最近是借了 宋流轩的投篮包 对 之前确实是五比零 然后连组三个三次犯规 这个漂亮 这个欧洲布他的 这个漂亮 这个欧洲布他的 看下李靖阳 选择三分 我们败者组是打五分啊 挖方的话是在胡匹夫那一组啊 哎 这套连招 节奏不错啊 可惜 上一场谁赢了 上一场是唐日辉 这是多次没有 多次没有基地洗球啊 对 给了一次警告 好球 卡进 这个应该是 哦 速度很快 正常 正常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啊 正常给一个季犯以后 还是李靖阳的球权 对 一发一致这样子 但是还是听现场才看的 不是一发一致 是 呃 正常的这个这个 技术犯规啊 他是只有一次罚球 其他不影响 嗯 其他不影响 再来看一下胡匹夫 胡匹夫 晕着打 哎 漂亮啊 可以啊 这个盾拜过掉 偷懒放进 哇 这个盾拜 确实很精髓啊 胡匹夫速度很快啊 是 看一下李靖阳 也是小宽林的 一种打法 是 大幅度的变相 左侧 镜头 防下来 有机会啊 真的不错 看一下李靖阳 他身高198 体重90公斤 胡匹夫身高180 体重78公斤 这个能防下来 我是觉得防守和进攻 选择三分 这个时候选择三分 我们的规则是败者组五分钟打五分 进球交换球权 看一下李靖阳 走左边 转身快 被转身过来 这球没切下来 李靖阳还没放进 最后这个放球啊 最后这个放球 头大了 真的头大了 两个人生死球了 败者组直打五分啊 你去运球 哎呀 停下停球了 李靖阳毕竟身高在啊 对 太急了 太急了 你看护皮肤 这个位置 转身过来 犯规 那这样的话 李靖阳是走上 发球线 发球线 对 已经三次犯规了 现场怎么回事 还是听现场的啊 看一下李靖阳这一次 哎 晃开 哎 空来没放进 怎么回事 这么回事 李靖阳崩溃了吧 这几次的放球 真的 好几个了吧 好几个了吧 嗯 这球找一下板也好啊 这真给机会啊 真给机会 我实话是说 要是这样的虎皮肤 还不进球的话 那真的是 有点 有点愧对机会 有点愧对机会 虎皮肤 对抗一下也没打进 两个人这个生死球 太考验心脏了 我的天 真的了 最后时间快没有了 最后一攻 应该最后一攻的机会 李靖阳还落后一分 没有打进 那这样应该是虎皮肤 虎皮肤獲勝了 4比3 时间到了 对 恭喜虎皮肤 4比3 拿下比赛的胜利 李靖阳是淘汰 那这样 李靖阳 嗯 确实没有想要 训练履历 今天虎皮肤是打得真好啊 对吧 看这个欧洲布他的 还是非常精髓 我最喜欢是 皮肤他那个 拜佛 拜佛之后直接过掉 是的 接下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下一组 这组是张晨宇打 陈华山 依旧是败者组 五分钟打五分 陈华山 张晨宇防得这么靠内 右侧四十五度 其实感觉刚得见有好多机会啊 是 真的好多机会 太可惜了 看下陈华山 还是选择右侧四十五度三分 这次有了 是他的位置 看一下张晨宇 三个怀山 看下张晨宇 三个 有意思了啊 嗯 两个人都拿下三分 生死球又来了 都是赛点啊 同样的位置 谁先打劲呢 右手眼啊 周界拜佛 没有机会再拉出来 这败者组是刺激啊 对 其实不太好拖 放这么一步不太好拖 来 横一的三分 可惜了 张晨宇现在就是 我宁可让你去投三分 我不让你进来 就是放你一到两步 嗯 黄历队这球并断掉 可以 好断啊 陈华山是重庆的 他也是前重庆 三海 蓝领蓝蓝的球员 硬起来 熟悉的节奏 两张晨宇就是放你一步 就是只给你投三分的一个机会 是 就看你能不能进了 对 张晨宇应该会选择王黎打 嗯 我被他晃了一下 被他晃了一下 我以为他要投三分了 今天是江江和波波 给大家解说 对 娃方暴冷 也不算暴冷吧 我也是那下子 哎 还能拿回来 因为没有出手 这球才能实际没问题 打进 给了一个对抗啊 看一下刚刚这一球 这确实是娃方 新赛季第一次没有进出球 是 那恭喜张晨宇 是把陈华山淘汰掉了 晋级到后面的比赛 好 接下来随指横 对证许航 有人说疼啊 看着特别疼 昵称后面的数字 是大家的人品质啊 就是大家可以在赛前参与 我们每场比赛的竞猜 猜谁会夺冠 然后猜的越多 你的人品质可能就越少 对 就你每次猜对了 就会加人品质 但是像几个主播猜的多的 都是负人品质 猜的都 鹅黄的是负特别多了 像波波应该还好 我负个几千吧 大概 太吓人了 这个人品质 这两人打有意思啊 这两人打 我们胜者组的比赛是七分钟打七分 都跟大家说一遍吧 因为我看有些人不太理解 败者组是五分钟打五分 哦 下来一个三分 谁下来 下来看似随意的一个三分啊 对 你信不信许航要还一个三分 我觉得也是 对 败者组五分钟五分 然后胜者组七分钟七分 决赛十一分钟十一分啊 还一个三分 哎呀 哎呀 防上来了 尴尬 太尴尬了 哈哈哈 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他们两个这个身材啊 是 给大家讲一下 嗯 隋志恒他是193体重120公斤 许航是195体重110公斤 哈哈哈 这两个 两个重量级的选手啊 对 可以期待一下 看一下许航 哎呦 哎呦 嘴开 难啊 两个人体重都在这儿啊 你说谁能怼得过谁吧 对 随身说 都挺难扛的 随身刚刚跟裁判说许航又抬走 确实有一点啊 但是现场肯定还要听裁判的 是 对 来到右侧45度 哎呦 转身过来 转过来发现人怎么还在面前 是造一个犯规 两个人我感觉这样一个打法下去 估计会造到犯满呢 哎这边三分 再来了 哎呦我天 隋志恒这场子三分手感啊 不错 还差一分这场就赢了 许航确实成体的 成体的 是 许航成都体院校队球员路人王两冠王 同时还有扣篮王三分王的称号 看下随志恒 嗯 嗯 隋志恒是有职业履历的 前拉萨净土南篮的球员啊 想看两人玩相铺 看下雪恒 停球了啊 这个停球位置稍微有点偏外面 嗯 很多大体重的球员其实还是能扣的 是 对这个爆发力扣篮很需要爆发力 前面进行败者组是五分 现在胜者组 我的天哪 三季三分球 谁是恒人这三分啊 这个身高这个体重 再加上这个三分 这个三分 哇哦 我觉得真的 有点厉害了 对 这不太正常正常球员都不太好防他 对 恭喜9比0零方对手晋级下一轮啊 因为就是胜者组是打7分的 败者组才是打5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左下角的那个小镖 同时主播也会给大家提醒 是胜者组还是败者组 对 而且我看 我看那个随着人他好像头三分 脚根本不离地 是 可以啊 藏人会打李豪 同样也是 这球过掉了 藏人犯规 7分 有人说这个是冠军 有人压随之恒冠军了 现在 有人说两胖最后会是决赛 期待一下 看一下唐仁慧 站头三分是刘宇啊 有点这个感觉 对 打进 可以 左边一个剪刀部啊 剪刀部直接过半身位 嗯 李豪 哎跟上了 反篮 这个反篮太难了 路人王怎么报名 微信小程序搜索路人王赛事 就可以报名了 我们说直接投三分 这时候有可能会选择三分 对 因为一般打7分 中一个三分球的话 只需要三颗球就行了 来了 三分来了 唐仁慧今天状态还可以啊 对 这个三分 经历过上一场的一个 怎么说 短暂的一个低迷之后 然后后面就 找回来了 后面 虽然短暂低迷 但也是三分绝杀的比赛 对 刚开场的时候 巴翔在刚开场没有投开 后面 加上刚那个应该有四个三分了 对 不止五个 看一下唐仁慧 我们是不需要门票的 直接可以进 报名不需要钱 看比赛也不需要钱 有任何向大家收费的 都是骗人的 千万别信 唐仁慧的三分确实苦练过 而且他改了 他以前三分都是大跳投 是 就为了这个投篮的稳定性 专门改 看一下 我们这边看一下精彩的回放 给到现场一个处理的时间 大家稍等片刻 给到现场一个处理的时间 马上就好 我们的比赛马上回来 那波波其实 您感觉今天的胜者组 谁是发挥的最好的球员 刚刚看了前面的比赛 隋志宏 许航 李豪 唐日辉 这四位球员 其实隋志宏 大家第一场打匹夫啊 嗯 发挥 只能说 正常 是 但第二场却三个三分 非常让人惊艳 对 那在这个卡顿的这个时刻 我们给大家进行一波抽奖 好不好 好 OK 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 大家摔一波路人王篮球 路人王篮球给大家抽奖了 对 抽一下我们路人王的周边 嗯 抽一下周边礼物 刷屏刷起来 是 哎 看到了 已经有很多人刷屏了 啊 波波来给大家截图抽一个奖吧 很不好意思啊 有一点点小卡顿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嗯 比赛马上回来了 来看一下我们中奖的用户是谁呢 我来看一下中奖的用户啊 灰格吃筒 是 灰格吃筒 恭喜你 那么我们因为线下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稍后会给大家李豪和唐日辉的结果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败者组 许航对正张承宇的比赛 许航 张承宇 许航是现在率先拿到三分 这连续的怼啊 张承宇一步一步往后跳 好 我确实不得不说是有一定的抬走啊 是有一定的 看一下 那这球的话啊 是给到了张承宇两分算 给到许航两分算 张承宇是被淘汰掉了非常可惜 下面一组还是败者组的比赛 李豪 对正 胡匹夫 那前面应该是唐日辉赢了 对 因为我看到应该是有观众在现场说唐日辉是赢下了比赛啊 那也是恭喜唐日辉李豪是进入到败者组 看一下李豪和皮肤 像李豪 包括他们经常一起出去打三分三比赛 他跟甘级史书 还有其他自传示范的 几个球员一起啊 他们打三分三的时候 他们的特点就是小快 还有一个就是狠 对 他们防守非常狠 对 所以他们防守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那这场胡匹夫肯定是要先习惯一下李豪的这个防守强度 同时呢 胡匹夫其实在前面也是防了像许航 然后像李金阳这种身高比较高的球员 我感觉他的防守也是不错的 李豪中间交得非常低那个突破啊 还可以看 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唐日辉是 刚刚对阵李豪是赢了啊 唐日辉是赢了 所以现在是李豪和胡匹夫打败这组 这边左侧 他刚刚其实进了一个这个球 进了一颗左侧的三分 对 感觉是他平时练球练的位置啊 哎这球漂亮过掉了 来了 安诺万打进 我天他这第一步快啊 这第一步确实快没想到 以为是三危险以为是三危险结果直接过掉 看一下李豪 哎黄起来漂亮 大剑 可以 晃得皮肤跳起来两次啊 对 这球是好球啊 大家可以打播666在我们的屏幕上 对 对这是重庆的比赛 这边三分没中 那这样胡匹夫也是 是 恭喜李豪 也不错啊 匹夫 作为第一次参赛的选手 能够拿到我们 第五的这么一个成绩啊 兵类第五的成绩 非常不错 我们刚刚比分没加上啊 我们获胜的是李豪 我们刚刚比分没加上啊 我们获胜的是李豪 有人说波波好喜欢你可以叫你一句老公吗 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那个把他的意思曲解啊 他这个意思好像有点不太对 哈哈 哈哈哈 是让你叫他还是他叫你 看一下刚刚的一个精彩的回放 刚比分面板没加上 我们是李豪 赢了胡匹夫 晋级到下一轮 胡匹夫是被淘汰掉了 对 晋级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隋志恒对阵唐日辉 李豪对阵许航 对前面唐日辉对李豪是7比0啊 是 哇 胜哲组前面两场比赛全是零封 嗯 9比0和7比0 隋志恒和唐日辉这个有意思了 两个人今天三分手感都非常不错 是 看一下 那隋志恒和唐日辉这个胜哲组的比赛 你感觉谁是会率先进入到我们决赛呢 我是这么觉得的 他们两个因为现在手感都还不错 嗯 所以他们两个上来以后可能都会去选择投三分 然后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看谁能够在就是 就判断对方的一个进攻的思路 嗯 给到一定的对抗 接下来我们是先打败者组的比赛 是 败者组依旧是5分钟打5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全民台账号啊 波波的是叫 若然波波 对 江江的是叫陆任王江江不吃江 漂亮 这个队型刷下来了 波波我好喜欢你 可以让江江叫我一起老公 波波又再一次的心碎 有人说这个身高差的有一点多 这很正常很正常 对我们来看一下 对我们来看一下 打比赛经常要铺挡的那种身高差 十几二十几厘米的 没错 看一下是李豪对阵雪航 雪航身高195体重110公斤 李豪是身高180体重82公斤 你们说这些人吃啥子长大的 怎么都这么高 看一下李豪一上来就有三分 哎 我的天 对 可以啊 我发现有好几局都是上场先来一个三分球 我还是觉得许航会还三分 我还是觉得许航会 嗯 败着组是打五分啊 以豪一个三分直接拿赛点 嗯 造个犯规 这球其实有拉人有拉人 你们说吃吃姜姜就能长高了 哈哈哈哈 那来吃吃看 来吃吃看 完了姜百万又上线了是吗 看一下许航 球没有拿稳 这球应该过掉了 还能拿回来 大剑可以 这球李豪是最后收了没敢犯规 很险啊 想要多高 想要一米八 你想太多了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胜者组和败者组的竞技规则 胜者组是七分钟打七分 败者组是五分钟打五分 三次犯规进行发篮 决赛是十一分钟打十一分 四次犯规进行发篮 还是选择左侧四十五度三分 再有 来 再来一个李豪 李豪这个三分也开了 两季三分拿下比赛 淘汰掉许航 我的天哪 许航也是今天第四名啊 是 对 也是不错的成绩了 可以啊 李豪这个三分 今天前三 现在剩下的 剩下的三位 都有三分 今天的三分手感都已经开了 三分多好 都开了 我的天 是 接下来看一下隋志恒 对唐日辉 我越来越期待是谁进决赛了 我的天哪 嗯 他们如果保持这个手感的话 到后面我们冠军采访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冠军最后的这个三分命中率 是的 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的胜者组七分中打七分 我就说吧 上来肯定还是会选择用三分的方式来进行终结 没错 两个两个人谁先赢谁先进决赛啊 嗯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三分手感现在都好 你看还是选择三分 先试啊 许航两场挨了五个三分 哈哈 有点难受 哈哈 看一下唐日辉 唐日辉的罚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有人说今天三分都好 对 来了 隋之河 没防祝高那个三分啊 唐日辉 看一下 这球 这边遭唐日辉 看一下唐日辉的球权啊 好远道啊 好远回来差三分 这个时候 哎 这球犹豫了 犹豫了 犹豫了 有点难受 有一句话叫什么 犹豫就会白给啊 嗯 当然啦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未来是你的环节 将会有五名被淘汰的球员 这就犯规了 确实扛不动啊 确实扛不动 对我们裁判第一球 第一球其实上来第一球就给了警告 哎呦 这冲击力 还是贵 两个人吃贵吃得有点多啊 还是调整一下啊 也是给大家预告一下 接下来有一个未来是你的一个环节 五名淘汰的球员呢 将会看大家的支持率 选出一个未来是你环节的冠军 他将会获得我们路人王的礼物一份 同时支持他的球迷朋友 也会获得我们的礼物一份 那么一会儿的环节呢 打五的是支持李金阳 打四是支持华山 打三是支持张成宇 打二是支持胡匹夫 打一是支持许航 在我们胜者组决赛之后呢 就会给大家进行这个环节 滑球没有 那球权 嗯 这个不是决赛 这个是胜者组的决赛 输的人会进入到败者组 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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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随时红 这么远 我的天 五比四 可以啊 五比四 两个人都有赛点啊 好 这些赛点啊 好 这些赛点 真是都有三分啊 看一下唐日辉 先这最后几场比赛好看了 黄起来 连续节奏变坏 拉回来 需要一个三分啊 需要三分可以绝杀 三分 大叫头三分 有没有 这球 这球落地的时候 希望 希望球员不要受伤啊 不要受伤 吓我一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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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推 现在唐日辉就赌他罚球了 阿甲 可爱 那这边的话随之合 罚球两罚全命中 就可以拿下比赛 我像是因为刚才有弹幕在说支持姜姜的要打什么 好 这样子我还会 然后顿时喜笑颜开 我还会是因为你看到我随时笑 两罚全中 那这样随身就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现在 唐日辉要去败者组 应该是打李豪啊 对 两个人又碰面了 嗯 唐日辉 李豪 对 现在胜者组是唐日辉7比0 那看一下败者组决赛两个人会怎么样啊 期待一下 在这个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未来是你这个环节 是 我们未来是你的环节开始了 打5是支持李济阳 打4是支持陈华山 打3是支持张成宇 打2是支持胡匹夫 打1是支持许航 大家赶快把你支持的球员打在我们的弹幕上 这样呢我们可以算下支持率 支持率第一名的 我们将会给他送上一份路人王精美周边礼物 同时呢支持他的你也会得到我们的礼物 我们待会抽奖 抽一个 对 没错 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扣一个数字就好啊 扣一个数字就好 打一个数字就好 来看一下 我们赶紧先截一个图吧 进的第一颗球就截图截下来好不好 好 有点难 我这球要是进了那太难了 绝对千金时刻 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 千金时刻就最佳进球也会有一千元的奖金啊 所以希望大家有千金时刻可以打出来 嗯 刚刚 我看到波波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还是扣平扣起来 进的第一颗球 我们就给大家抽奖 搜索片 半个身位 哎呦 这腰啊 来看一下啊 中奖的是 四样可以画三帖 恭喜你 四样可以画三帖 行 恭喜中奖的用户 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 把你的新名电话地址发送给他就可以领奖了 我这球断下 哇 这球没想到啊 我本来以为这个小办法是要过掉了 是 看一下 左路突破 漂亮 再拿两分 是 那这样李豪危险 我们败者 左达五分 唐仁辉只差一分了啊 李豪现在还没有得分 其实五分就是俩三分球 唐仁辉一点都不给三分啊 这么远 封到了 是有封到 唐仁辉防得非常靠哎 坚决不给三分球 这个牛逼 有人说唐仁辉因为随朝后面被唐朝面 刚刚抽中了 右侧一步 漂亮 恭喜唐仁辉 进入到决赛再次面对我们的随之痕 是 其实唐仁辉这个赛季 2020赛季 第八次参加我们的城市赛 然后第四次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没错 对 八次参赛中间有四次 我们有一半的参赛 都是到了我们的决赛 确实也是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自己 就说其实唐仁辉发挥的 一直是非常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决赛开始之前 就要给大家带来 我们的盲盒抽奖环节了 有请波波把我们的抽奖箱拿上来 在抽奖箱里面有五颗 标有千号的篮球 每一个千号都代表着不同的礼物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礼物是什么 首先一号签是价值589元的 全程漆韦德之道紫绿色的一双球鞋 那么二号签是价值139元的街头嘻哈炫彩印花的鸭舌帽 那么三号签是价值199元的火焰短袖T恤 四号签是价值269元的黑白拖鞋 大家中到鞋的这些朋友 一定要把你的尺码发送给路人王篮球 这样子我们可以给你一双合脚的鞋 那么五号签是价值409元的 利拉德柠檬黄国内版的球鞋 大家喜欢哪一双球鞋就把它的千号 发送到我们的弹幕上面 佛神怎么样抽奖 江江会在这边截图 然后波波闭上眼睛随机抽取一个 截图当中是抠这个数字号码的 波波抽到这个数字号码的 就是我们的中奖用户了 大家赶紧弹幕刷起来 江江准备给大家截图抽奖 我看大家刷得非常快 这样子 我看到大家刷1的比较多 1 5都比较多 好 这样把波波抽出来 我们的奖势 看一下 3号 03号 03号 价值199元的火焰短袖T恤 3号我看一下 恭喜这个奥胖教我投三分 恭喜奥胖教我投三分 获得我们的盲盒抽奖环节的大奖 来 我们的决赛 现在马上开始 中奖的用户 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 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还有ID截图发给他就可以了 决赛开始了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决赛的规则 我们是11分钟打11分 4次犯规进行罚球 跑球后一上来 上来 跟刚刚胜者组决赛不一样了 胜者组上来投一个三分没有 但现在上来就有 没错 我们 这张会不会还一个 看一下啊 还是王李打 我们城市在决赛的总奖金是1万元 亚军每得一分 会分走400块 剩余的奖金都会跟冠军所有 随之恒刚刚我提到 他非常习惯就是左侧突破 然后直接接一个提前变相票 要又来 转过来 这边跨步这个位置阻挡犯规啊 今天没有送刘萱 顺步并转身过来 这是第三次犯规 是 看一下 唐日辉现在已经身上背了三次犯规了 差一次犯规就要进行罚球了 看一下随之恒往里打 这下 没问题 防下来 还给大家介绍一下随之恒身高193体重120公斤 纪念29岁 唐日辉身高185体重77公斤 纪念24岁 这时候唐日辉再进一个三分随之恒就不好打 嗯 差一点点啊 随之恒是前拉萨净土南篮的球员 唐日辉是陆日辉是陆日辉王的五冠王 这个三分看着有点慌啊 又是没有基地洗球 确实很多第一次参加比赛的球员啊老师忘记了 但是在经过裁判反复的警告之后啊 确实是应该 呃 提高一下这个 资深对这个的注意 没错 对之前他们俩在胜者组决赛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没有两次基地 两次没有基地洗球啊 已经给到一个T了 嗯 所以规则方面也是希望球员们来到陆日辉王的赛场上可以注意一下 看一下唐日辉 再来个三分右进 7比0 这下随之恒难受了啊 太快了 这下难受了 就差四分啊 随之恒 这边用身体 篮下 哎呀这球没有放进 已经打到内线了 看下随之恒 看下随之恒 中投再有9比0 9比0了 如果再拿两分啊 唐日辉将迎来他个人的第六关新赛季2020赛季的第二关 是同时也是 哦还是给对手拿分啊 如果是零封对手的话应该是我们单场奖金最高的球员 对 我的天 我的天 但是还是给对方拿两分了 看下唐日辉三分出手 9比2 其实这个情况也不能说随之恒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之前陈南跟平常新打的时候 对 也有9比3的情况出现 被平常新反杀 这个end one在打几领 关键唐日辉现在要看的是进攻啊 进攻 所以我们还有悬念啊 而且唐日辉是处在 泛满的状态 但是我们 我们打进是不加罚 打进是不加罚的 对 如果两分算的话是没有罚球的 这样的话唐日辉的进攻球圈 但是没有加罚的就是我们在赛前都把规则已经给到我们的球员以及我们的裁判的 是 所以随之明显就是对我们的规则不了解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个人觉得有实力的基础上啊 哎 哎呀 漂亮恭喜唐日辉 恭喜唐日辉 恭喜唐日辉 拿到个人的第六冠 我们新赛季的第二冠啊 没错 在南宁拿下一罐 对 在今天重庆又拿下一罐 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容易上头吧 很容易是用情绪影响的一个球员 确实是他之后需要改进的 无论什么比赛啊 控制情绪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本领 嗯 当然啦随之恒也是我们的新人球员嘛 所以给他时间去消耗我们的规则 也是希望他后期来到我们的路人王赛场 因为他决赛已经打到第二名的成绩 对 非常不错 之后希望也能看到他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当然啦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唐日辉的身上 这是他在我们路人王的第六个冠军 同时是新赛季的第二个冠军 对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祝贺唐日辉 拿到新赛季我们2020赛季的第二个冠军 本人的第六冠 恭喜恭喜 以后就是路人王六冠王 嗯 而且呢其实在新赛季亚军也拿了很多了 每次跟宋教练宋又轩来打都是拿亚军 所以很多人在赛前呢其实会说 哎为什么你老是打不过宋教练这样子 其实唐日辉也是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了 对打破质疑啊 打破质疑 对我觉得他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 八次参赛 然后两次冠军 两次亚军 一次季军 我觉得完全证明了他自己 嗯 我们也看一下唐日辉的一路走来的一个历程啊 八强赛他是打赢了成华 呃成华山 对 然后后面也是打赢了李豪 对 再后来打赢了隋志恒 呃没有他是在胜质组决赛败给隋志恒 然后从败着组决赛再打上来 是再打上来又胜了隋志恒 是 也是反杀对吧 对我觉得这确实非常解气啊 嗯 对 太不容易了我感觉 对非常棒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比赛 我们后面的成绩赛也是非常精彩 是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赛程是什么样 稍后呢 其实我们也耐心等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唐日辉他的一个采访啊 啊 接下来 兰州战是李宝新赢了李锐夺的冠 然后大连战是孟亚东赢了成楠夺的冠 重庆战呢是今天唐日辉 赢了隋志恒赢得多的冠 接下来19号也就是周五会有我们厦门站的比赛 21号会有南京站的比赛 23号会有太原站的比赛 25号会有长沙站的比赛 26号成都站 28号广州站 29号贵阳站 嗯没错 是这是我们后期的一个赛程 当然啦还有很多的比赛 我们现在都是在报名当中 所以希望如果你想来到我们路人王的赛场上 就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微信小程序搜索路人王赛事就可以报名了 对我觉得今天最不容易一点啊 就是他扛住了鹅黄的毒奶 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鹅黄只要不在直播间 他的毒奶就从来不会生效 对 那么接下来的一战是我们的厦门站 我们也看一下有哪些球员会在我们的厦门站一展风采呢 首先这一块板子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对对对 宋教练和王金 两个位呢其实在之前的王金付出的第一站 我们就想说他们两个能不能碰到 对 可惜没能够碰上面 所以呢厦门站也是希望他们两个可以PK一下 看这个宋刘轩打王金的魔咒还在不在 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块板 第二块板就是唐日辉和打铁哥 柳阳杰 唐日辉今天路人王六贯王更新的非常及时啊 非常快啊 是长沙街球领袖身高185体重77公斤 仅仅24岁南宁站重庆站 拿下了两次新赛季的冠军 柳阳杰呢路人王的九贯王也是在新赛季拿了冠军的 打铁哥 打铁哥他这个新赛季也是状态非常好啊 是 所以呢这两位也是希望我们在厦门站的比赛 有这些球员的存在会更加的精彩 那么我们的比赛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采访环节 唐日辉的采访就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进到现场再看一下 看一下 这获得冠军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说实话好像有点累 因为今天比赛之前有点不舒服 所以其实还蛮紧张 因为怕打到后面又抽筋 因为最近赛程非常密集 然后总之身体状态不太好的话 就没那么自信嘛 但是还是最近那样的三分球没白练嘛 大家应该对我的三分球进步有目共睹 然后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对 然后本场你也自己提到三分的手感是很好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保持手感的一些小技巧 因为我是昨天下午到了重庆嘛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来球馆已经训练了 然后今天中午也来了 提前来球馆热身练球 然后我觉得三分球的话 像我以前是一点三分都不会投 大家都知道我只会投中投 然后很多人 我就会问很多人怎么练三分球 但是后来知道原来练三分球 其实不用问那么多 你每天人进三四百个 你自然而然你就准了 对 然后决赛的话 对对手随之恒的身体非常强壮 防守他的话有什么感受 防他是挺困难的 因为然后他对规则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 然后导致他可能对觉得判罚其实有点不公 其实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因为每次我犯规裁判也想上了 然后第四次犯规他觉得还得加罚 但是路人玩的规则是没有加罚的 对所以说他可能是对规则不那么熟悉 我也是抓住这个优势 然后他的话他可能防我的话 就稍微放了一下我 就可能就是放我突破 然后我就投三分然后我都进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吧 对 好那再次恭喜你获得今天的冠军 我看到也有很多球运朋友 在等待着唐日辉来合影 其实唐日辉刚刚有说 就是他去问别人怎么样练三分 后面发现只要练就可以了 量变总会引起质变的 对他那句话真的给我留下很深刻一下 就是每天你投钱三四百个肯定能够 对吧肯定能够变准 所以话不多说练就对了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唐日辉 努力提高自己的球技 江江也是练就对了 对 那么今天我们重庆站的比赛 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在周五呢会有我们厦门站的比赛 我们下次再见了 对大家来到直播间 我们这次比赛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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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